我觉得可乐好像变不好喝 其实是就是为了你们 塞你们那种烧糖的嘴巴 所以他就 所以做他的烧糖 但是他还是 保护我们这种超喜欢classic的人 所以他还是会出 但是我很难买到很难买到 你有收集可乐观的那个皮好 我没有收集可乐观 我喜欢把它放进肚子里面 让美食告诉你 它如何提高当地的文化 让美食告诉你 他如何成为历史的主角 欢迎收听时之声 哈喽哈喽 我是主持人Roger 欢迎收听时之声 人生总有几个 自己或好友 相信你的人生里面 应该都会有一到两个 今天我请来的这一个嘉宾 他是算是我认识蛮久的一个朋友 说他是猪盆狗友 又不算是猪盆狗友 算是我自有 他相差有大概 我们认识应该有22年 那今天这位嘉宾呢 他要介绍一下他自己了 你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哈喽哈喽 你可你们可以叫我Darris 他叫Darris Darris Darris 然后之前一取这个名字的时候 很多人就是叫我人头狗 这种 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 查查一下他们讲 你是不是有玩那个什么 LL 我真的没有玩了 所以我不知道 所以LL的那个角色是人头狗 对 就是这个Darris 就是人头狗 就是撞撞人头的 所以他们看到就叫我狗狗狗 我只是想取一点好一点的名字 结果被他们叫成狗 所以就变成我猪盆狗狗的狗字了 这样你是猪 没有关系 我还有另一个 我应该近期 我会请他上来 看他有时间的话 我会找黄耀 看他有时间的话 应该 蛮人请到他 是 因为他跟你的时间段是一样的 就是像4了 大概有22年左右 所以我特意请他来 要说的主题也是 应该是我们蛮常吃的一个零食 就是我们的薯片 薯片 那你了解薯片 其实你对薯片了解有多少 我对薯片了解 就是好吃 好吃 就你 它算是一个毒品吧 就我走过那个 每一段一个地方 只要我进去里面 其他零食我都不会在想 我要跟你讲什么orea什么 就巧克力也好 我会先走去那个薯片 然后看 要吃哪一个口味 对 的确薯片是有一定的 上瘾程度啦 你吃了一片过后 你会接着吃一片 我看到你吃了一片接着吃一片 我自己也是在本里的时候 我把其中一个牌子的薯片吃了一半 就是刚才你在倒下的时候 我本来也是想忍着一下 忍着一下 就开始录的时候才开始吃 结果真的是忍不到 对的确 那薯片呢 其实它是有土豆制成的 虽然是讲是废话了 但是算是全世界 世界性的一个零食 它消耗仅至于一个大名 薄碎的显薯片 最受很多人的欢迎 比如说马银薯是源自于 美国的新英格兰 它作为薯条 和一种遍体的一个零食 我相信之前我亲你来的时候 你有 跟讲过一些故事吗 对对 我跟你提出 它其实就是被一个 不知道哪里里 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餐厅 被一个客户刁难 其实它也不算是刁难 它只是想 可以吃到它想要吃的那种味道 对 然后就 那个厨师就觉得它是在刁难它 然后结果就 就是说 你煮的太厚啊 还是什么啊 然后不够脆啊 就是这样子 明明这个 这还没有发明薯片之前 它可能就是一个 Potato 蒸还是炸 这样子就软的 就是我们平时自己 我们自己自制的那种味道 然后结果他就想要 可能就想 既然你这个客户 不这么刁难的话 我就作弄你一下咯 他就把它切得很薄很薄 然后炸吹吹 然后就放一口多盐给他 就要闲死他 对了 然后结果 他捧出去的时候 他没有想到这个味道 居然是 那个客户要的味道 嗯的确 因为这个故事其实是在 1853年一个春天 我不会看起来 Teris讲的 那个故事 其实在1853年春天 有一个顾客 他算是跟 比尔盖茨一样富有的顾客 当时他来到纽约的一个 旅游场景 他用餐的时候 还认为 厨师乔治做的薯片太厚 因为当时候其实只卖马铃薯了 然后乔治就做出比较薄一点的 要给他满意 可是因为他再次要求 所以他做到很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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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打算省下一些的cost 反正你都是来吃产的 所以他就做到很薄很薄 像纸这样子一片的薄薄的薯片 当然这些顾客也因为他的改动 然后变成现在的马铃薯片 所以从这个菜坛可以看出 当时候的 嗯算是当时候的厨师 他也是蛮 嗯可是我过后有听说 他是不是有去申请那个copyright 对不对 对对对对的确 他因为这个销量大过后 他就申请了这个专利 薯片的专利 对薯片专利 直到1920年代 那时候开始发明了这种 马铃薯的剥皮剂 然后才有促销了 这个马铃薯片的流行 像所以是 不管是什么品牌的薯片 都要 给他那个专利费用吗 对的确 当时我 我那时候有上网找 我本来想说 他这个薯片的话 他应该是有 他出清牙专利吗 他应该是有他的品牌 他的确也是他的品牌 然后但是 他价钱我认为是 太贵了 那时候我 我想说 能运来马来西亚的话是最好的 从美国运来 这个第一个品牌的 马铃薯片 然后那时候想说 嗯 假如这个薯片我们可以在这一期节目吃到的话 就真的是很难得 多少钱 大概在马币的话 三百多块 三百多块 一包 我们试试看 三百多块一包耶 我曾经也是被人家 我 被我朋友 我 也是不算 因为我 他跟我讲 纽西兰有一个汽水 什么 Lemonette 很好喝的 去那边一定要喝的 所以我就上网去订购咯 本来原价可能是需要 快多钱的那种汽水 我这样就花了三十多块 然后过后 过后喝下 就是 sail web 要了 就是 sail web 类似Selweb,Selweb的味道 一包一包,Selweb的味道 我觉得Selweb它比较好 可能在运来的时候它去都不够 那个薯片那我还要买吗?300多块 你也是要试试看 你没有尝试一下 你怎么知道它的区别是在哪里 那的确我可能要找一天我们买看来试看 我是买在来等着 我的话应该会 节目过后 因为我这一期节目是没有 我完全没有准备到 但是这一期节目我有准备到 其中一个牌子 这个牌子是在1920年代的创造出来 刚才我说1920年代他们创造了 这个马铃薯签碎片 这个牌子其实是我们在7-11都可以看到的 就是乐视 乐视是LACE 那时候1920年代的时候 乐视发明了这个马铃薯签碎片 当时候的南方有一个旅行的推销员 他就是乐视的老板 然后他推广了这个食品 然后进了这些 然后电脑成立他的公司 所以类似美国的 美国的 他就是刚开始把这个马铃薯片做成品牌化 那现在也知道 我以为这里是泰国的 没有 因为我觉得 因为还有泰国品牌 是因为很多人去泰国都会买这个品牌 我以为这个品牌是泰国的 没有 它是美国的 它是美国 然后我们吃这些薯片的时候 我会提醒这些 就是我们吃的这些的味道 然后还有这些的品牌 它是哪一个国家 然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然后我们边说边讲 到现在为止我先 先聊一聊薯片 因为基本上薯片它的故事就是 很简单 就是因为一个厨师 然后他嫌这个顾客很麻烦 然后他要整股他 他就做出薯片这个东西 我也是听这个故事 对 因为在网路上的 大罗素的故事都是 我找到资料都 所以就是物打物章 成为一个美食出来 对的确 看我想1920年代 创造了这个品牌 1960年代开始 薯片就升广了全世界 当时候的 在密封发明之前 薯片你猜它是装在哪里 呃 那时候没有这种 这种包装纸的时候 呃 该不会装在 铁片 铁板吧 铁盒板 不是 当时候它是装在 呃 大木桶 大木桶 对 大木桶 就是一个木桶 像你在特久那种木桶 哦 那肯定是漏风啊 肯定是漏风啊 所以它就是没有做到那种 就是没有做到真正的保鲜啊 当时候它还有发明就是 把这种薯片 弄成密封板 嗯 就像罐头 铁罐头这样子的 密封板 但是它还是因为它的底部会 不新鲜或受潮 哦 所以底部就会浪费掉 所以 所以我想问这个问题 你听众会听懂什么是叫漏风吗 呃 不会听懂的话 我买这一件事一下咯 漏风就是不新鲜 哦 哦 就吃起来还会暖暖的吧 嗯啊 对对 你要讲这样 不然的话 他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是漏风 的确啊 我们现在用的都是马里西亚语调 老虹老虹 老虹 老虹 诶 台湾 台湾好像应该听得懂老虹吧 嗯 诶 诶对啊 木桶了 然后还有风 它漏风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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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啊 哈哈哈哈 那马银薯片至今呢 其实它发明 它不久过后就发明了 这种用两个辣子 去封的这个袋口 就变成现在密封的薯片袋 然后薯片经过了那种干燥的空气 包装过后 防止它压水 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薯片袋 它是有比较里面有空气 嗯 像很多坑毒啊 开起来它的薯片越越多空气 捧出来 哦 这一开始的时候是觉得很多人是因为他要节省 算是他们说会欺骗消费者 我买那么大包就只有一点 但是据我了解 他只是为了保护这些薯片 还要防止他被压碎 如果你叫我买一包开起来 全部都是碎片的话 我感觉不吃了这种薯片 的确但是从以前的 像是比如说一个薯片宝 可能他有60%是有薯片的 然后到现在目前为止我看到的都是变成20% 可能10%这样子 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原因在那边 所以才导致会 现在的薯片你看到很多梗图都是放风 放空气在里面的意思 其实薯片他那在 1960年代之前 或者是1920年代之前 盛行之前他是没有调味料的 没有调味料怎样吃啊 因为调味料会影响到 他包装 所以就是他本身就是马铃薯的味道不然 就完全没有盐啊这些东西 没有任何的 比如说像我们吃的BBQ口味啊 或者是像我有吃过黄瓜口味 那还能吃吗 你告诉我还能吃吗 这种味道 那还能吃啊 没有调味料啊 没有调味料的确啦 的确不是很能吃啊 因为很多零食都要有调味料才能服输的 所以他就是那个厨师就是要做弄那个客户他放了超多的盐 那才能导致有这种神奇的味道 可是那时候是在1853年 到后面1920年的时候他们发明的时候他们是没有用调味料来辅助 可能他们当时候是买了回去是自己在 像铭罐头这样自己再煮多一遍 然后自己再放调味料 盐也不放 盐也没有放 所以到后面的1950年代的时候才开始发明调味料这个东西 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其实最早期的一批创造出来的薯片 他们是只有两种口味罢了 就一种是cheese cheese cheese的口味 另一种就是盐跟醋的口味 盐醋薯片你吃过 没吃过 盐醋薯片你没有吃过 盐跟醋 就酸酸 酸酸然后就鲜鲜 我会尝试看 你会尝试看 等你们来 我知道乐视有醋 乐视有醋 盐醋什么样 酸的就只有那个 洋葱酸味 洋葱跟那个 只是沾洋葱吗 我不懂啊 它就写sour 洋葱跟cream是不是 creme and sour 那个是盐醋吗 那不是 盐醋是另一种 那盐醋是我 我记得是 因为薯片 讲真的 我会 我本身是 常吃 但是我本身会 经常就是 看它有什么口味 就买什么口味 就是有新的口味 比如说像是 那个 叫做什么 品克 品克就是你看到这个 Prinkels Prinkels 他 他出 他在澳门的时候他出很多口中口味 我吃过capsi口味 然后还有一次是他跟泡面合作 泡面合作 泡面口味 泡面口味 泡面口味的薯片 想知道泡面口味的薯片 的确他 味道就是真的是那个泡面的味道 他就是放那个泡面那个调味粉 就是拿泡面的调味粉直接撒在上面 对对对对对 然后泡面口味的 他跟这个泡面 这个泡面好像是出钱一丁了 我没有记错的话 他就是跟出钱一丁合作 然后这个出钱一丁好像也做了一个叫做薯片口味的泡面 那口味可以很重吗 呃口味其实还好 就好像你在吃普通的薯片 这样有一点点的那个美意味道 嗯 嗯 那我们说这样多其实 我看到你的手已经蠢蠢蠢蠢蠢蠢了 是是是我在等你啊 等很久了 诶就是要开始来试试 那我们现在开始试试了 在我旁边呢有六个碗 六个碗只有六个品牌的不同的薯片 然后今天呢我们 邀请我的朋友来呢 是要尝试这六个碗的薯片 然后尝试哪一个不是比较好吃 还有试看能不能猜得出这六个薯片是属于哪一个公司 因为这六个薯片的公司也是蛮大的品牌的 你要试试看看先 可以可以可以 随便你拿这是一号123456 这样就顺着 顺着123456 好那你试试看第一个先 一号先哦 试试看先 你讲它的味道我这里也试看 它比较薄 它比较薄 我还不能讲它薄不薄而已 因为我还没有差别是吧 它是属于薄哦 嗯它的确是属于薄 那味道没有讲中 它味道没有讲中啊 没有讲中 跟我平时我吃的薄片没有 薄片的品牌 它的味道没有那么重 嗯 的确啊它的 它这个是有一点 它咸味应该比较高吧 我个人觉得是咸味比较高 咸味比较高 嗯 香是比较香 香是比较香 这个品牌是很香的 但对我平时吃的 它的味道是偏淡的 偏淡的 嗯 所以你平时吃的味道比较中口味 嗯 比较中口味 那差两个 我这六个都是 好像是四个我都是买Original 哦 可以不用再去试试看 嗯 没有 五个都是买Original 嗯 嗯 然后接下来就是第2个 第2个 你试看它的味道 这个 这个外形上一看就知道是哪一个 对对对 这一看就知道了 它的外形 还有它的厚度 对 就知道它是那个 Twinkers 对 它是 看起来就是 不是看起来 就是完全就是 因为它的厚度跟它的那个 形状 味道这样 嗯 还是一样香 香的话一号比较香 嗯 然后这个就偏 粉的味道比较多 嗯 它还有粉放比较多 嗯 是那个面粉的味道 哦面粉的味道 嗯 是不是因为厚度的关系 我觉得是调味料的关系啊 我觉得第1个调味料它很香 很香 但是它偏淡 嗯 这个就 调味料还好 调味料还好 它的味道还好 感觉是比较满的那种 淀粉的味道 可是咸的话不要咸 咸的话反而第2个比较咸 嗯 那第3个 那我们试看第3个 因为有6个之多可能 后面还要揭示很多 哇 第3个你这吃的处啊 美国品牌哦 美国品牌啊 不是泰国品牌 泰国品牌 你吃的处啊 Laze 这个 这个品牌其实 我不尝试 我尝试的是 应该是第2个品牌 我想比较尝试 嗯 这酸会比较酸 嗯 这个好像是 它的Origino好像是有加醋吧 有加醋 感觉啊 我感觉 这下有点酸 我感觉是有点酸 那啊 醋跟盐的那个 啊 薯片啦 它是不是这种 但是还要酸一点 嗯 就是第3个品牌 它真的还酸一点 第3个品牌也是Origino 但是它不是讲我们讲一次就知道很酸辣 嗯 它是有一点点的酸而已 嗯 就你 如果没有认证就平常是 尝不到这种酸味的 的确啊 嗯 然后第4个 第4个是哪个 第4个这个 这个 这个你射得出来 这个我看 你这我射得出来 这有酸较味 这个有酸较味 嗯 这是那个Potato Mr.Potato 嗯对 Mr.Potato Mystery Mr.Potato 啊 总之是Mr.Potato 对啊 对对对 我的确哦你好像全部都猜中的 这个是第5个 第5个是怎样 味道 第5个是我的最爱 嗯 第5个是你最爱 这样才有说第5个是什么 Cheese Tea 第5个是Cheese Tea啊 是啊 这是Cheese Tea 嗯 我们试试第6个 第5个我没有什么吃 第6个你没有什么吃 嗯 嗯 嗯 的确 因为他 没有这样吹 哦他没有这样吹 你试试看第6个 可是第6个我在 嗯 在澳门是常吃 是因为这一包问题吗 嗯 不算是因为这包问题啦 我觉得有点漏风感觉 哦是啊 你试试看第5个跟第4个 他那个吹的 饱度 嗯 你试 应该漏风吧 我这样当咬就知道他有没有 他的那个脆度 他就偏 好像开始有点软 不是都是在包装里面的 可是他本身就是 可能他比较厚关系啦 本身就是比较厚 可是他吃的是比较厚啊 他有一个小片 嗯 他可以有比较细 他们说123456啦 但你猜的基本上 有大概 80%都是中二碗的 第5个我不知道 第5个你不知道 第6个我不知道 第6个你不知道 所以第2个你猜的是 那个 Pringers嘛 Pringers 因为他是 这个是外形就猜的 嗯第3个你猜的是 Lace 嗯 Lace 然后第4个你猜的是 Mr.Potato 因为Mr.Potato 也是从外形可以看到 嗯第5个你猜的是 Tristee 可是Mr.Potato你看他 会 会有烧脚的 嗯 的确你这样子猜啦 因为你讲第1个跟第2个你不知道 第1个跟第2个 他算是 外国品牌 但是 2到4你全部猜中 嗯 对 2到5你全部猜中 其实还有一个我最喜欢的 哪个 啊 跟叫Wise的 Wise 那个波浪的 对波浪形状的 那个是美国品牌 那个美国品牌 我如果去 如果去的话 它是我的首 首选 Tristee跟它是首选 哦 Tristee跟它是首选 那我先来 因为我现在讲的这些品牌 其实 观众在 711都可以看到啦 基本上711或者是 Happy Mark 都可以看到 或是全家 是啊 你可以继续咬 不用请 我可以笑影 哦 所以 你看到 这些品牌 其实你了解过 它这些品牌的历史 就比如说 哪一个 哪个地方 哪个地方 我先来 第一个介绍 第一个 第一个你应该 不常见这个品牌 因为 第一个在马来西亚 基本上我是找不到 我要去 中国店才能找到 中国店才能找到 但是它不是中国品牌 确实 它是 叫做 Colorbit Colorbit其实是 日本的一个品牌 出于 1949年 那时候在 广岛市 有一个 日本的 小时尚家 他做了这个 成立了这个Colorbit 这个名字 然后过1955年 他把这个推出来 他的 贸易公司 然后1964年才 开始做一些 下调 就好像我们 吃的那个 Tutut 那个 有一个叫什么 还有一个火车 还有一个巴士头 红色巴士头 然后那个里面是 输 下排线 下调线 就类似 类似这样子的下调 然后过后 他在1973年 转去了东京 去了东京过后 他才开始成立了 这个Colorbit 然后1976年 他从 日本移民 移到去了 香港 然后1994年呢 他成立了Colorbit 四周有限公司 然后开始 就是为什么我讲说澳门会常吃这个品牌 原来就是 因为澳门 Colorbit 澳门都可以看到 在大陆都可以看到 但是 让我看一下 我真的没有看过这个品牌 没有看过这个品牌是吗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看过 然后你看那些 香港系啊 还有我们大多数啊 都是用这个品牌 橱片的话 可是 香港 吃全部啊 它的味道是最香 的确 它是最香的 它为什么叫做Colorbit 因为它本身 它的薯片里面 有维他命B碗 再加上 脆的口感 所以叫做Color 然后它B Color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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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碗是很健康的 它算是健康的 但是你吃薯片你还会care它健康吗 就如果是健康的话 你会选它 我会选它啦 哦 你会比较选它 因为每个人都会阻止我吃 的确 就是我 应该 它就像可乐这样子 我以前也想要把它喝完 肥仔快乐水 对 第二个不用讲 第二个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 Pinker Prinx Prinx Prinx它是源自于美国的一个零食品牌 它是元属 宝洁的 这一个品牌 的那个 公司之一 然后当时候在1967年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它不叫Prinx 开始它叫做 Prinx Newfoundland Potato Chips 是很长的一个名 到1968年它开始改回这个名称 Prinx 然后过后 2012年 2月15号的时候 它把品克这个27亿美金的公司 出售成美国食品最大的 一个产家 加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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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当时候的品克呢 就是把这个包装的技术上 把它弄成 现在所 我们吃到的东西 因为它弄成比较厚 当时候它这个Prinx它出的时候是 波浪型的 波浪型的 就像你看那个Viz 这样子 它是波浪型 所以现在这个品克它是 完全 用回它的 更改过的技术 你知道为什么它会出 筒装吗 嗯 这我就不太清楚 其实它会出筒装是因为在 当时候的研发跟 管控的那个 技术人员 有一个叫做 菲雷德里克鲍尔 他所发明的 因为它在过世前呢 它是将 骨灰 放在它所发明的 这个 筒装 就是完全是它设计出来 然后它死过后 还要求放在这种筒 所以为了技术它 他们就用这种筒装来装 装品克这个 薯片品牌 它也不是因为 会方便什么 它是纯粹是技术这个 所发明包装子 所以是 所以第1个用筒装是它 第1个用筒装是它 哦 所以你看它的那个 第1个是热士嘛 第1个品牌 第1个发明 薯片的 是热士嘛 算是品牌的话 第2个是 发明筒装的就是它 哦 我以为是因为 它要环保 然后吃完了 可以放意大利面 呃没有 的确不是这个 不是个原因 第3个 第3个你要吃完了 嗯 第3个 第3个刚才你猜的是热士 热士喔 热士喔 热士是 所有旗下品牌里面 最 先开始的一个品牌 哦 第1个品牌 第1品牌 是打 打品牌的话 不是讲说薯片的话 打品牌 它是第1个品牌 当时在1932年 第1个推销员 嗯 在19 刚才我说的1932年嘛 到1961年期间 其实它 是慢慢成立了一个 食品的巨头 当时它每年的销售量有 127亿美金 每年销售量 热士 热士 对 它的薯片 可是它 是当时美国最大的 临时制造商 哦 嗯 我觉得不出奇啊 的确啊 因为它发明啊 这个 东西嘛 到1965年的时候 热士 和平了一间公司 这间公司我相信你也是蛮 不用讲 我当讲它的名字 应该是很多人都知道 因为在7-11 基本上都可以看到 这个饮料 你猜是哪一个饮料 Cocacola 不是 蛤 不知道 不是 是Cocacola的对价 Paxi 对 是白士可乐 白士可乐在1965年的时候把 热士 拼购在一起 嗯哼 所以 热士 现在是属于 白士可乐的品牌之一 哦 所以你吃的 热士你基本上吃完了的 它是Paxi的那一个 品牌公司 白士我也是很喜欢 对 白士 热士 对 很合 很合 所以当时候 热士这个公司 其实热士这个在现在21世纪 它掌控了美国的 零食的市场是59% 所以它是相当是大的一个品牌在美国 也是属于美国的一个 白士59%已经超过一半了 的确 的确 所以你看这个刚刚我说是 哪一个我家 这个是 第一个品牌是日本吗 克勒比 克勒比是日本吗 然后第2个也是美国 第3个也是美国 现在第4个 第4个是 你刚刚是 Mr.Potato 对 你刚刚是猜Mr.Potato 他是不是 Mexico 对 真的吗 不是 他不是Mexico 你说他是不是来自于Mexico 他像Mexico的设计 对对对 但是他不是Mexico 但是他是唯一一个品牌跟你是比较close的 那个是 马来西亚 对 他是马来西亚品牌 这样的支持到一个 这个Mr.Potato 其实是薯片先生他是在马来西亚的一个 厂商 这个厂商 相当的出名 因为基本上 你童年都会看到他 这厂商就是妈咪 妈咪 妈咪厂商是 他是Mr.Potato 是妈咪厂 旗下的其中一个 零食品牌之一的 可以讲很强 他发布到有60个国家之类的 而且这个味道 也是我超喜欢的 你看到 你如果去7-11 还是哪里 看到他我也是会肯定会买他 是吗 刚才你不是讲乐视吗 乐视不买的原因是因为他贵 这个相比之下乐视是蛮贵的 真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应该是外国品牌吧 对啊他们泰国 其实 乐视是因为我 我的朋友他们去泰国买回来 我才认识 我才知道乐视 就我 一来我都会吃 是这个Mr.Potato 因为乐视其实他在 泰国 台湾 有成立自己的公司品牌 所以有分泰国品牌的 乐视跟 台湾品牌口味的乐视 他也会有相差一点点 其实Mr.Potato算是 马来西亚的第一个 薯片品牌 那是首选 我觉得 肯定的 因为我觉得他的味道真的是做得很不错 对 他有 原味啊 辣味啊 起司口味啊 还有那种BBQ 如果是我的货我肯定会买BBQ 辣味啊 的确啊 但是我在 我在澳门也是有看到Mr.Potato这个 他有 他相信 促销有100多个国家 是首位 排名Top1的 在马来西亚算是排名Top1的一个零食 薯片零食 这样子是为国争光 为国争光 他甚至把 那个妈咪面还要打得更亮 妈咪也是很好吃啊 妈咪很好吃 你知道妈咪他的故事吗 有听说过 可是 不懂是不是正确的 我都是听说嘛 所以 不是正确的 来源也 不懂 他好像是说 应该是 你听我说了吗 我听你说了 听我说了吗 就不用说了 没说就好 我在我之前节目有说过了 因为 我相信你也有听多少 有听我的节目 就是他是1971年 当时候马来西亚 这个叫做冯振轩的 这个NATO 他在马来西亚的马流甲 开了第一建厂 1971年 当时候他卖的不是妈咪 他卖的是叫做Lucky NATO 然后过后 因为他的直销的关系 所以 他变成这个Lucky NATO 他不能 他推出市场过后 没有这样子的 疯传 因为当时候有两个品牌 阻挡他 一个叫做金蛋面 金蛋面 一个叫做 Maggie 我一直来 我都误会这两个品牌 是马来西亚品牌 其实这两个不是马来西亚品牌 所以你要支持 你要买妈咪的 我一定要买妈咪的 我肯定要买妈咪的 因为他自销过后 他就在开始想 要怎样才能真正的 把他的公司转变成 真正盈利的方式 所以他当时候还有回乡下 他看到一些工人 他不知道方便面是怎样吃的 他就打开来直接这样咬 所以他就想到能做一个零食 然后当时候他的儿子 冯四周 他是属于他是读那种 销售管理的 然后他就想 假如说要做这一种东西的话 一定要做一个 让人家印象深刻的 他就做了 Mummy Monster 这个logo 就是这个蓝色 然后到1974年的时候 他就把 Mummy Monster这个东西 推广出来 到20世纪的时候 电视机的时候 广告就开始疯传这个妈咪 所以很多人的童年都看到这个妈咪 Metrix 我看可以看 可以我看 其实当时候他的儿子也是没有讲说 他是不是灵感是来自于哪里 很像 我觉得是 我不懂是不是 美国 美国的那个 卡通来吗 对对对 他有一个鸭的嘛 因为这是红色的嘛 你看壁纸 他只是把它转成蓝色 然后有完全红色壁纸 然后我觉得 还会很多人 很快记得他 所以我们那个年代 这一个芝麻鞋很红 这一个卡通 这卡通很红 所以我们就 对这个 已经有一个深入的印象了 所以我们看这个 你会觉得这个蛮亲切一下 就 诚成相似 这我就不知道 因为他的 他的儿子是没有讲 他儿子没有讲 他里面也是没有讲 他只是讲说他做了这种 零食 然后再加上这种小玩具 去吸引 当时候的童年 但是这个 是可能是之一 因为我 我记得我小时候 有看到这个节目 但是我小时候不大敢看 我觉得很恐怖 蛮恐怖一下 我觉得很恐怖 尤其是那只鸭 我们会记得 是啊 我们会记得那个垃圾里面 对对对 可是这个是一个 在美国是非常 出名的节目 的确啊 他甚至出电影嘛 近年来 对啊对啊对啊 电影有看了 电影我不看了 哦电影 已经没有那个童年了 我也没有那个童年了 然后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 第五种 第五个 第五个你刚刚讲的是 是 你刚刚讲的是哪一个啊 第五个你讲的是什么 你你喜欢吃的是之一啊 第五个是Tristy Tristy Tristy之前是没有出的 Tristy之前是没有这个薯片的 我也不懂为什么 突然间出这个薯片 提醒之前出的像那个 麦西哥那个玉米 玉米片 嗯 你如果说Tristy的话 你们一定是买那种 一条一条条形 那你猜Tristy它是来自哪个国家 很靠近我吗 不靠近我 不靠近你 蛮远一下 蛮远啊 菲律宾啊 不是菲律宾 一年啊 Tristy其实他是来自于美国 又是美国 他是美国的 他不算是美国 他算是 他是美国发明出来 在美国发明出来 但是 发明的这个人呢 他是墨尔本 的商人来的 就是澳洲 澳洲 澳洲 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 墨尔本有一个商人他在美国 进了这个叫做旋转 机器的一个东西 然后他就发明了Tristy这个旋转 像我们吃的那个 旋转的饼 旋转饼这样子 然后当时候就开始生产了这种品牌 Tristy这个品牌 但是你看到这个 这个薯片其实是 近年来他才发明的 然后通过1950年他推出了那个 我们知道那个 那个玉米 像玉米粧 算是玉米粧吗 我也不懂 他那个很 像大米的那种 就一条 对那个大米条的那种饼 其实那种 我那时候 中学的时候我很喜欢吃 然后我在Jetty吃的时候 有一个 好心的德士司机 他做了一个举动 他讲说 你不要再吃这个东西 做目标再吃这个东西 他做了一个 我觉得很奇怪的举动 他就是伸手 拿来我的 里面其中一个饼干 然后他用打火机 打 打电燃 他就变成那个 火种 他火种 他想说你看你在吃这个火种 当时我是觉得 管他的好吃就好 我觉得 其实每个食物 都可以电燃 的确 的确 我们吃每个食物都是火种 的确 当时那个 时机他是这样子做 但是我还是觉得 能吃就好啊 管他 蛮好吃的 是蛮好吃的 我很喜欢吃 我们去看戏 看电影 这是必备的零食 对 我的确 我非常喜欢吃这个 我在澳门 我甚至在澳门以为 一度以为他是马尼西亚品牌 我也是以为是马尼西亚品牌 然后就特地拿来吃 的确在澳大利 的确在澳大利 他那时候是成为澳大利的第2个 最大的 银食厂商 然后在1998年的时候 他被 其中一个公司收购了 其实也是我们之前吃的品牌 就是热士 要是 热士收购的 是under热士 对 他算 他算是under热士 但是热士是under 白士可乐 所以全部都是under 白士可乐 哦 哦 这取决 难怪这两个的 那个薄度跟那个吹度 是差不多 差不多接近 的确 因为他在1998年8月份的时候 他 奥特当时候的热士在澳大利亚 是第2大的 食品公司 也是白士可乐的一个 跨国的一个公司 然后在马来西亚 Twistee他是 因为这个公司收购 而推广 所以就有了 这一个品牌 但是在泰国呢 他这个Twistee的商标是 完全是属于热士 所以他旁边会贴一个热士 所以这个是Twistee的他的品牌啦 他其实最终目的也是因为白士可乐 还是白士可乐的品牌 所以到第6个品牌 第6个品牌你应该是 完全没有贴过 哦完了 我吃完了 他的口感虽然我不大喜欢 有一点软 但是他的那个调味 是非常的中口味 非常的适合我 这个品牌其实在 香港 是很常见的 而且很香 很香 我再比较一下第1跟第6一下 这个会很香 它更香 它更香 所以 我只能说 每一个薯片都有自己的缺点 但是他也会被他的优点 吸引了 这一个品牌其实它是叫做 它是叫真真薯片 Jack Jack and Jill Jack and Jill Jack and Jill 它有一个 其中一个比较出名的 就是真真薯圈 刚才我们讲说 诶这我买多一包 那个 蓝色那个 那个 那个我会比较这样吃 它是那个品牌的 同一个品牌公司来的 那个 你要吃的话可以开车 我知道 Zero's Custom 的确 它最魔 最恶魔的东西 就是它的形状 它就设计给你的手指的 可以放进去 每一只手指 你都穿 像穿戒指这样子 然后你就 一只手指 这样一只一只 吃下去 吃完了过你还可以选手指 因为它的那个调味料在你的手指 对对对对对 所以每一包蓝色 最恶魔就是 你一定要用手指 嗯 这个是在 香港 算是蛮大的一个 品牌 但是它不是香港的品牌 你猜它是哪一个国家 你之前有猜过这个国家 我没有猜到 那是菲律宾吗 对 菲律宾 它是菲律宾的国家 它是由菲律宾的华侨 当时候在菲律宾 发明出来了 那旗下的 它因为这个品牌 它是在60年代发明的 当时候 它把这个品牌打入了香港 香港呢 香港的 香港的百亿食品有限公司 它把这个品牌打入了香港所有人的心目中 嗯 所以在香港的时候 过去四十年 除了这一颗 叫做薯片 薯圈 真正薯圈以外 它的薯片也是蛮著名 嗯 它之前是 它之前不是 它之前logo不是这样子的 它之前logo是一个白色的 Pogito然后拿着那个铲子戴着那个帽子的 哦 有印象 这我就没有什么印象了 为什么呢 我进去就是 什么 只要是薯片我就买了 嗯 我没有 我没有管是什么品牌 我觉得都不会中枪 薯片是不会中枪的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之处 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 你记得当时候有讲说 这薯片会致癌吧 嗯 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 它就是 因为这个真正薯片 它验出了 能有致癌的物质 所以当的时候 它每公斤 提取到了3000 微克的 致癌有害的 那个调味料 哦 所以对了这个公司 调味料吗 对 真的是有调味料 真的是有调味料 因为那在2010年的时候 他们消费者是特地去 用这个 找这个薯片来做 做宴群 但是 因为这个东西 所以才上好新闻 才有很多人知道 薯片会自来 但是说真的 它过后 是那时候啦 在那个年代 就是在2010年 那年代之前的薯片 过后它已经进行好改良 所以现在的应该 其实讲真的 你讲吃什么都会自来的话 你就不要吃东西了 嗯 好吃就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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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但是你假如看 健康看得这么重要的话 就可能 嗯 少吃一点咯 没有人生热趣 嗯 的确没有人生热趣啊 我还不相信 那些 每天吃健康食物的 为什么要一天 JIT DAY 为什么还不是为了 自己这些薯片 这种恶魔薯片 的确啊 因为这个 这些刚刚我们说的 这么多的品牌 其实 你最有印象深刻 你觉得最好吃 还是 嗯 最觉得你能接受的薯片是哪一个 还是热士 对 还是热士 还是热士 因为热士啊 是Twistee的那个公司 你讲真的 你这两个 Twistee跟热士 它是同一家公司的品牌 你两个都是讲你最喜欢吃的 是哦 嗯 其实你 你想喝百事多个喝可乐吧 不 我别人喜欢喝可乐 我不想 啊 不可以这样讲 可以 我喜欢喝可乐 百事 没有 哎呀 这样讲 所以我不是帮可乐打广告啊 你这样讲也错啊 你这样没有 没有可乐 百事也OK 这样你讲也错啊 就是把百事牌丢而已 对对对对 但是 但是 我就这样说好了 我喜欢喝百事的 吃百事的薯条 喝可乐 OK 也可以接受也可以接受 百事应该没有没有到 我的节目应该没有到影响到百事那边的销售员 有影响的话再来说啦 有影响的话 有影响的话不走在这边 他一定要把我揪出来 他一定叫我去拍那个什么鬼广告啊 然后把那个可乐 摊在脚下 然后为了买那个百事 那广告很 很那个很鬼畜啊 他们他们很多的广告 都做了很 那种对打的广告 对对对 但是讲真的 讲真的啦 但是有时候我看到牌之后还是会买的 不想得罪他 今天我们的节目其实差不多到这里就该结束了 因为今天的就主要是讲薯片的 从他的由来 到我们开始吃的所有的六个品牌 最主要的是我朋友他喜欢吃的是 乐视 乐视这个品牌 我个人 我个人的话是比较喜欢 你知道我比较喜欢哪个 当然是你 喜欢有关系到香港的地方啦 一号跟六号 我就这样子猜 的确我喜欢吃的是六号 六号真正的 真正 真正是我蛮 蛮尝试的 在尤其是不在香港 尤其是在 我在KL工作的时候 那时候我也是会 每个拜六礼拜 就是看着所谓的以前很出名的综艺 然后吃着这个东西 可是我觉得 正正跟这个可比啦 嗯 但是他的嗅觉是完全 深 完全深的 他因为他的 条件片 你就喜欢嗅 嗅觉 把嗅觉放低的人啦 他们会首选这两个 因为 一拿起来就 闻到那个味道 很香 他的这个 其实我主要的是 除了他的薯片以外啦 我经常会买 第一个首选的 算是买的时候 我会买这个 薯圈 嗯 就是他会 吃了会可以沾手指尺 那今天这些品牌你要吃完了吗 因为我打开了 我以后 不敢再吃薯片了 现在是中了一个汽水的 汽水啊 诶我有企划要做一个汽水 但是可能要我找一下资料 总之设垃圾食物就找我就 你不可以这样讲垃圾食物 他们已经 让我开心的失误 他们有那个 叫做什么 啊 那叫什么啊 那个叫做 兴奋的那个 那个什么 胺 胺基酸 胺基酸 胺基酸吗 我也不懂 还是什么巴什么胺 胺非巴特啊 什么 巴菲 胺非胺 巴菲 随便啦 就是让你很兴奋的那个 的确啊 因为当我很伤心的时候 但是我很低落的时候 我就会去找这些食物 让我的心情开心起来 对的确 但是 我的首选 还是 可乐 我喝过可乐 不我绝对 我喝过武汤的 我也喝过 现在其实 有武汤跟那个 其实可乐 你现在是你注意看的 有两种的 一种是叫 Rasa Asli 就是 他们叫什么 Original Rasa Asli 是叫什么 Rasa Asli Rasa Asli Original 它其实还有一个叫classic 那还有一个不知道叫什么 Rasa Asli 现在我们 市面卖的都是 如果你看classic 你就要快点买 Classic 就是它的唐萨 它的原装两倍 就是Rasa Asli的两倍 乘二 所以它的气 它的气 还 乘二 那的确是蛮厚的 但是我看到我会买classic 但是我看那个老高的那个 影片他有讲 那肌肉 除了它会蒸发掉 但是 你知道Darren哥讲一样东西是什么 你喝肌肉喝这样多它也是测糖 它也是糖 但你减肥有用 我就喝就喝啊 不要想这样做 那你看就是 这两个的差别 这个叫做Rasa Asli 就普通的啦 然后这叫classic classic是经典的 也有可能就是因为 它的糖分太高了 所以它们减了一般 所以 的确是 应该是它蛮多争议在它糖分上的 对而且 近期就很多人说 我觉得可乐好像变不好喝 其实是就是为了你们 塞你们那种 烧糖的嘴巴 所以它就 改良一下 但是它还是 保护我们这种超喜欢classic的人 所以它还是会出 但是我很难买到很难买到 你有收集可乐光的那个皮套吗 我没有收集可乐 我看我现在把它放进肚子里面了 可乐我们其实可以找一起 找一起做 找一起我找汽水的那个 汽水喔 我们尝试一下不同的汽水 对对对对 你可以找几个品牌 不错 我可以找几个品牌 都是同一个颜色 像马来西亚品牌 就是Vida Vida Vida是马来西亚品牌 那我们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先 因为 再讲下去就 可能下期我就不知道想讲了 也都知道了 我们要去吃饭了 等很久了 喜欢我节目的话 欢迎你继续收听 感谢你收听 拜拜 拜拜 我们的故事听到这边就完结了 喜欢收听我的频道的话 欢迎你 点赞 分享 留言 还有给个五星好评 想要收听我的频道的话 欢迎你去各大平台 First Story Spotify KKBOX Apple Podcast 还有Google Podcast 当然 假如你要听到我更多的声音的话 你可以支持一下我们的奇谱 感谢你的收听 拜拜